其實每去到一個新地方的時間 最主要第一步要解決就是居住 一說居住的時間就說地產 到底馬來西亞的地產升值潛力 可不可以呢? 現在的價格會不會高呢? 值不值得投資呢? 這件事我就不懂得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不是這行 路在口邊而已 找個老友來問就行了 找個高級級的 有40多年地產發展經驗的路友 跟大家解釋一下 到底馬來西亞地產值不值得投資? 開始 大家好 我是Mr. Chong阿燦哥介紹的 你們好 好 阿燦哥 Mr. Chong 首先很感謝你先 大家說沒有問題… 因為一定要請教你 因為預備準備退休 沒有退休,還沒這麼快 現在香港、台灣 很多地方的人都準備退休了 對… 因為我們香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地方很小 對,房地產的價錢也很高 所以住幾百呎的房子 一家大西四個人 大馬 跟馬來西亞 我看這些房子又有遲疑 是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要有這個配套呢? 大多數的配套都有 有的,有的維泳池 有健身碟網 也有些小朋友搞的遊戲房子 政府有些說要拉的… 必須要這樣 必須要這樣 有些用來自發展商加進去 因為我們需要大家住得舒服 所以我們多加一些東西給大家 那你就威風吧 你全馬來西亞最高級的房子都建了 沒有這麼說… 對,最大的商場 最漂亮的商場也是你們建的 對… 有很多漂亮的房子 那為何這麼膽子 投資這麼高級的東西呢? 因為我覺得馬來西亞 其實是一個很有充滿的國家 和地方 因為我們這裡的資源 物到油,地點,很方便 我們的文化 都很適合大家 整個世界 我看馬來西亞唯一的國家 有三大民族 多元化民族的國家 所以應該很吸引一下大家 所以馬來西亞應該是一個 給一些時間去研究 第一件事… 馬來西亞地大物博 這麼大塊地,這麼多地方 如果我建房子,買了之後 我不知道可以嗎? 我會不會… 那裡有地方建 我的價錢會下跌 不要… 最重要是我們做開之後 我們會保持那間房子的質素 然後我們的管理要好 所以人家才覺得值得買 物有價值 尤其是最重要的是甚麼 安全的,求是 讓人家住得舒服 其實很重要 甚麼都是一樣的 全世界都一樣的 地點 一個好的地點 和一個新色的地點 當然是兩個價錢 地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交通方便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說到其他地方 吉隆坡 交通真的方便了很多 高鐵 高鐵 不是… 那不是叫高鐵,你叫甚麼 M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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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很方便了 我加了你馬來西亞 四十多年 是… 以前你一定要開車 現在不是,高鐵四周圍都可以去 對,四周圍都很方便了 很方便了 所以說真的駕駛車去那裡,塞車等等 所以這個全部都會帶動 但有一件事,這個很重要… 對於香港人,對於其他地方的人 我相信這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打算退休了 來這裡住一些大一點的地方 漂亮一點的地方,生活舒服一點 但是東南亞有幾個地方 一直跟馬來西亞去競爭 競爭的 像泰國一樣 泰國的樓價比馬來西亞貴 因為如果它同等價錢 大馬呢 馬來西亞可以買到市區中心一點的地方 它只能夠買郊區一點的地方 但是一樣東西 馬來西亞房地產的競爭能力 在東南亞來說 它會有怎樣的增長 我說會怎樣呢 泰國,如果說比馬來西亞貴 我一定的意義就不同了 語言方面 對,意義方面也不同了 因為我們可以溝通一步 你說馬來西亞的意義 我們有說國語、廣東、福建 我們三個都可以溝通 馬來話、印度話 馬來話、印度話 英文我們都沒有問題 所以依然復合 因為你老了退休 你一定要看醫生 對 你都不懂得說你死腹 小孩上課、讀書、國際學校 設備都不錯、很好 所以全部都比其他國家 現在我們在馬來西亞 都是一個大家退休之屬的地方 在不同的 多元化民族的時間 你又有不同的食物 每天都有的食物 你說我們的馬來西亞餐 就是拿斯利麥克出名的 我們的唐餐又有印度餐 我們都在這裡都有很多 你說其他國家的食物 都有進來馬來西亞 都有很多 所以說很多元化了 但是你覺得馬來西亞的地產發展 它的增長能力會是怎樣 馬來西亞的地產增長能力 不會很強 為甚麼 我們有海邊、山 有山、有山 周圍都有酒店 樓的價錢又很競爭 對大家很競爭 聽說是這樣 現在香港人在吉隆坡 能夠買低過100萬的樓 在吉隆坡 對每個州政府有不同的法例 高隆坡這裡就100萬 你說在斯蘭外就200萬 有很多好地位的地方 它的樓是舊的 如果我喜歡 你為甚麼不去買那裡 我為甚麼都可以買一整樓 現在人們看的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價錢 第二是地點 第三是交通 舊樓以前所做的 它用交通的設備來改變 現在的交通全部做得很漂亮 所以現在我們開始的新盤 是靠自那種新的 好的配套來做 所以不同的 你現在買新的樓 你的設備都比舊的好 我們現在發展商發覺到 最重要是 那個樓的四周圍 我們所做的設備 是比較好一點 舒服一點 舊樓的就沒有那麼多東西 大馬樓 不同的 舊樓有很多政府稅 甚麼政府稅 對… 舊樓… 我們新樓 你全部是免費的 對 新樓我們多數發展商會免費 我們包括賣的 所以你們的價錢 你們打出來的價錢 就是這樣的價錢 就是這樣的價錢 對… 其他的手續費 對 律師費用來的衣服 我們都會包的 對 律師費也會包的 如果是發展商 發展商會包的 是嗎 那就免費了很多麻煩 對… 又省很多其他東西 其實… 有沒有優質的樓盤 又會經濟一些 外國人可以買的呢 我們有一個樓盤 就是在魯佛州 我們拿到一個很特別的批評 外地人、外國人 四百千都可以買到 四十萬馬拉茲可以買到 四十萬馬拉茲就可以買到 即是那裡就不用一百萬 不需要一百萬 不需要四十萬 都可以買到 四十萬現在就是為了 一、兩、兩、五萬港幣 對 六、七十萬港幣 對 都可以買到 就可以買到 對 在新山樓 有多大 我們最小的那間 差不多有五百方呎 最大的也有九百多 一樣有泳池 冷的差不多都有 還有健身的都有 有沒有商場 我們將會有一個商場在那裡 是嗎 九店也打算有放進去 但不行不行 那幾年新山 有很多人去買了樓 不是那麼漂亮 有甚麼計算 這個樓盤的地點 是很漂亮的 某近市中心的策劃 是有對著我們的 是那個高爾夫球場 高爾夫球場 所以說地點很漂亮 交通也很方便 珍山樓佛 其實旁邊就是新加坡 好嗎 慣口越過 那裡的距離大概是五、二十公里 很近 所以說地點很漂亮 建設會不會像以前一樣 做了幾年那些樓 一個很閉的閉處 就像香港的樓一樣 建設後這間就對著大家打開窗 就你眼看我眼 沒有 我們這個計劃是沒有這樣的 不會說這樓見到物物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距離 你用馬來西亞的建樓習慣的方式來建設 對 馬來西亞的樓 你開窗口 你一定要看到外面的景 不會說看到旁邊 開窗口就看到 哇 這麼漂亮的高爾夫球 我聽說 新山將會發展得很厲害 因為它和新加坡的鐵路正在建設 對 現在鐵路正在建設 鐵路是從新加坡 簡直直到我們的關閘 它只是檢查一次 檢查一次 對 去新加坡的地方 時間上我看最多 大概是15分鐘 哇 那很快 很快 新加坡賭完錢 晚上回來 就可以做了 很快 很方便 十何萬港幣 有500呎 一房一廳 一房一廳 我買來投資也很划 對, 真的很划 如果我現在要在新加坡住一晚酒店 老闆那間也二、三百元 多一晚 要, 需要 如果我投資一間那裡 要租給人, 可不可以租給人 可以租 是嗎 可以租給人 那我租二百零三百元 馬拉茲也要找他吃 是啊, 應該找到的 除了這樣, 還有什麼限制 項目是沒有什麼限制 有車位送嗎 車位有 有一個車位送嗎 有一個車位送 我以前也在這裡買個樓 大約單位送幾個車位 大約我們也送兩個或三個 管理費貴不貴 管理費不貴 管理費大概是三號八 三號八, 那就四號紙 四號紙 四、五、二十, 二、百元 二百元 對, 所以說不會很貴 那輛火車, 好像香港那樣 現在一次就通關 一次就通關 一上車檢查了之後 一到就已經不用再檢查了 不用再檢查了 另外, 我聽說 由佛州的皇帝 他對發展、崑山、投放很多資源 對… 因為他要外地或本地的發展商 在他的州發展 這樣的話, 人民也好 大家都有工作, 經濟也好 剛才來到巴掛, 又問問你的助手 他說你們這個項目 同意有份, 會防定合作 沒有跟他合作 但我們大家有跟他溝通 你的戈爾夫球像是皇家戈爾夫球像 扭著他們, 看著他 對, 我想我們有… 挺漂亮的位置 對, 很漂亮的位置 物有所值 我現在買了 我是香港人 或是台灣人 或是哪裡的人 我現在要買了 我的手足是怎樣的呢 我的貸款可以做到多少呢 貸款可以先去到98% 外國人也可以 對, 可以 最重要是你的投入 以及公開到銀行的標準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在香港 我老了, 我退休了 我家裡有一層樓 八百萬, 千零萬 這樣我租給別人 那我又認識了 但年紀大就貸不了那麼多了 肯定了 不是, 用兒子的名字 你不要這樣說了 你何時有空就帶我去看 沒問題… 我們安排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琴哥 好的不同的樓盤 有介紹要多一點給我 好… 謝謝 謝謝